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首次使用告示高超音速的 弹袭击乌克兰基辅 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构成新的挑战 基辅一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 他们完成了对袭击导弹碎片的初步分析 并发布了导弹残骸的视频 如果告示 导弹的使用得到证实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将面临额外的挑战 美国和欧盟国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对外军原法案 其中包括援助乌克兰的资金 德国、法国和波兰外长在会晤后 表示将持续支持乌克兰 并加强欧洲安全建设 俄罗斯首次使用高超音速导弹 袭击乌克兰基辅 这是乌克兰的重大安全威胁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需要应对新的挑战 国际支持也将对乌克兰发挥重要作用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